我们念阿弥陀佛念 Om Amidevasse 念观世音菩萨念 Om Manipamihom 然后念大四字菩萨 Om Shishi Soha 大四字菩萨 大家所看到的 观世音菩萨是非常多的 你如果身上有病 我觉得它本身是习灾 习灾是第一 尤其是白衣大士 习灾第一 你平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想观世音菩萨出现 你身上有什么疾病 你求他 向他祈求 他如果现身 在你的梦中 现身 或者他现身出来 在你的这个 好像说让你看见 或者在你禅定中你看到 或者梦中看到 这表示你这个灾难 就要解除掉 就要解除 它已经出现 你念到很虔诚 那看到它的时候 你的灾难就解除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母亲也是信仰 观世音菩萨 常常念 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他是常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然后 那时候 那时候家里穷 我还很小 那我生病 我母亲睡在中间 父亲在这边 小孩子在这边 我母亲呢 就看到 她平时很静养的观世音菩萨 居然走进到房间里面 这样子走走 然后她还转头 转头以后呢 她就跟我 跟那个旁边的 有一位小菩萨讲 你看看 这三个人睡得好熟 她都听得很清楚 你看看这三个人睡得好熟 那个小孩子生病 我要给她一包药 给她一包药 那时候发烧 小孩子的时候发烧烧不停 我妈妈就看到 那个观世音菩萨 把那个 她的天衣掀起来 它里面有个口袋 就这样里面在 衣服里面掏啊掏啊 掏出一包好像以前 医生哲的那个药 医生以前 台湾的医生折的药 是用一张白纸四四方方的 那有一些药粉 有一些药粉 然后折起来 折成这样子 再折过来 就把它折起来 一个三角形 一个小药包 她就抓出一个小药包出来 观世音菩萨抓出一个小药包出来 然后再把它打开 就对着我的那个嘴巴 就这样子把那个药粉 倒一点进去 她都看得很清楚 看了完了 观世音菩萨跟那个小菩萨就走 走来以后第二天呢 欸 我本来是发高烧的 这个烧也退了 看气色病也好 小的时候也被观世音菩萨救了一次 后来常常看到观世音菩萨 第一次我看到观世音菩萨 是我到台中中和大楼 那时候还有中和大楼 现在没有了 听说火烧过就没有了 里面有几家书籍 一个叫做中和书籍 以前出版过我的书 但烟籍 另外有一家义士书籍 那都是退伍军人 他开的书籍叫义士书籍 跟中和书籍 台中中和大楼 那个义士书籍里面 他卖了一尊观世音菩萨 把一尊观世音菩萨在那里 黄色的观世音菩萨 黄色的 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讲 看到观世音菩萨很欢喜 我跟老板讲说 这尊观世音菩萨多少钱 他说这一尊是 这一尊是 那个镜瓶 手上的镜瓶已经断掉了 手还拿着镜瓶 这一只手拿着羊流汁 但是他手上没有镜瓶 是断掉的 他跟我讲说这个镜瓶已经断掉了 我说没有关系啦 我喜欢我就 就是把它请回去这样 我问他多少钱 他说15块 那时候一尊观世音菩萨才15块 台币 台币15块 那尊观世音菩萨我就把它请回家 然后用一个小念珠 手珠 像这样子的念珠 挂在他的镜瓶的这个手上 他拿镜瓶的手上 回去没地方摆 因为我是个人的这个金官的 一个小房间 宿舍里面 没地方摆 我就把那个窗子打开 就摆在纱窗 这个当然不合风水的 窗子两条铁 那个窗子在拉的那个铁轨上面 我是讲铁轨 是轨道上面 就这样子一摆 给他合一个掌 当晚睡觉 当天晚上就看到那一尊 黄色的观世音菩萨 那么这尊观音 它本身的全身黄色的 是非常光滑的瓷器 非常光滑的瓷器 没想到这个 这个有一次我从那个 南门桥 台中南门桥测量员出来的时候 上面有一部摩托车下来 那我刚刚出来 那部摩托车没有看到我 也没有太没有亮灯 就直接摩托车创到我 创到我我整个人都翻倒 整个人就飞出去 那摩托车的人也飞出去 那当时呢 我就很 已经爬起来 爬起来这个脚 有一点拐 有一点那个 好像是说被创到脚 有一点拐 就拐到自己的宿舍 去抹这个 那时候叫点酒 点酒的东西 把它好像消炎的东西 把它抹一抹 那个被创的 创我的那个人 被抬到那个 旁边的有一家医院 叫做菩提医院 刚好 南门桥在过去 有一家菩提医院 那我就把这件事情忘掉 但是自从被创以后 我那一针观世音菩萨 就发 就全身都裂开 就全身裂纹 我差不多 拐一脚 差不多有三四天 但是 那个整个观世音菩萨 全身都是裂纹 通通都裂开的 有 变成有纹路 很多的裂痕在他身上 然后观世音菩萨跟我讲 是我替代的 因为你供养我 所以我替代你 那一针观世音菩萨呢 现在在台湾雷藏寺 在台湾雷藏寺 其中 那时候我家的一个坛城 全部搬到台湾雷藏寺 目前还在台湾雷藏寺 所以我对观世音菩萨非常的尊敬 非常的尊敬 他帮我很多的忙 那么我的本尊呢 是阿弥陀佛 其实阿弥陀佛的使者 就是观世音菩萨 现在 现在 在我现在在西雅图住家的谈城呢 我住家的谈城 入门 就有一尊观世音菩萨 立等身相的观世音菩萨 像人一样高的观世音菩萨 那一尊是 这个温哥华 普陀堂 不是普陀堂 不是菩提堂 菩提雷藏寺 以前是菩提堂 他送我的 菩提雷藏寺的人有没有在这里 一个都没有 总之是菩提雷藏寺 送我的等身观音 一进门就是 在这边一点 就是高王观世音 高王观世音菩萨 我家里有两个谈城 一个是高王观世音菩萨的谈城 一位就是等身的 这个观世音菩萨 等身的 像人一般高的观世音菩萨 在大门进去的右方 很尊敬观世音菩萨 每天早上 一定要修他的法 跟他念他的咒语 修他的法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很伟大的 谢谢大家 diversity 不同大声 非常 ventilation 非常感青 非常散 感怪 非常非常 È 非常非常香 很ік 非常非常不寰 感染 并 injected